美美姐好 细心照顾 张哲起居 印尼籍移工是台湾长照的主要人力 如今国内印尼境外一入暴增 让指挥中心宣布 12月4日起 暂缓输入印尼籍移工 让家庭照顾人力出现大漏洞 如果目前雇主有这个需求 我们大概就是 第一个我们可能会 就是媒合国内的这些照顾人员来协助 就怕长照需求家庭难以附和 政府提出配套措施 包含展延移工年限 承接其他雇主转出的移工 寻找其他移工来源国 以及使用长照2.0资源 不过12月18日后 会是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减少印尼移工输入人次 让照顾者团体呼吁 应该提出中长期解放 因为印尼籍移工 占我们的外籍看护工 大概占七八成左右 我们自己评估 大概每一年影响 大概有两三千个家庭 希望可以延长 针对这样的家庭 延长更多喘息服务的时间 提供一些特别的假期 给这些这样的一个照顾者 让他们免于被离职的风险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在台湾的移工不到70万人 印尼一共26.5万人 有近20万人口都是社福类 剩下则是产业类移工 暂缓两周 等于冲击1350名人力 让产业界也忧心 但移工对产业发展它是蛮重要 尤其在很多传统产业来讲 它确实是需要 旧外移工来填补 我们本身劳力的不足 我们经济部我们也会 去给各个工会 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协助 给我们意见 那我们来跟劳动部来协助相关 如果有这个急需的人力缺口的话 经济部表示 印尼一共进不来 影响金属加工和食品制造人力 除了没和本地劳工 或是其他国际劳工 代替人力缺口 也为延长就有印尼一共时间 不过就怕疫情持续延伤 让印尼一共限令延长 政府跟业者都必须先做好因应 才能降低冲击 欢迎新闻 杨格伊丽婷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